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凉 今天我们要从加勒泰书六章一节 我们来分享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她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有一个老妇人 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在她十八岁的时候 就被这母亲逃跑了 不知去向 然后就任意妄为 三年之久 母亲没有接到她任何一个消息 于是母亲甚想念她 老妇人自己 她照了好多好多张的照片 底下就写着一句话 就说我还是爱你 就贴在各处的这个大街小巷 有一天晚上 那个女孩正从酒吧出来 忽然抬头一看看照片 就近一看 居然发现是她自己 那么底下写着 我还是爱你 于是这个时候 她就大受感动 偷偷地就回家去了 恰巧门没有关了 于是走进自己的屋子 看见床 自己的床铺 铺得很好 于是就进去 就闷头打碎了 早晨母亲过来 轻轻地就把她叫醒说 我天天盼着你回来 怕你不好意思叩门 我从来就没有锁过这道门 没有一天不替你把床铺好 你看旁边的那个热水瓶和饼干 没有一天不替你预备的 朋友们 这则故事 希望我们能够默想 以下几点 第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的恩门 是天天开着 他盼望每一个罪人能够回家 并且愿意饶恕 每一个罪人所犯的一切罪 第二个 你是否心中 有许多对主的那种愧疚 已经有许久不敢面对神了 甚至连参加聚会 心中都感到不安了 回到主的怀抱吧 他的双手永远的都是会敞开着 等待着你投进他的怀抱当中 主耶稣呢 他永远长存 虽然我们有时候会令他失望 但是神从来没有对我们绝望过 因此 上帝的话 今天对我们说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呢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亮 尽神赐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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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